九头身,可你的心去只有一颗 你命是不九条 好,好,好 你很好,你也很好 公公在笑,可小妖的心头却弥漫起悲凉 她能感受到潜藏笑声中的苍凉寂寥 那是有鹏凋零独胜己身的悲 也是逐室漂泊不有己身的凉 公公却起身,向着小妖宫身行大礼 小妖大惊失色,忙起身躬身向回 公公将军为何如此,小妖受不起 专须欲起身,却被身侧的涂山颈一把拉住 涂山颈朝她微微汗手 专须心有疑虑,却将将作回,只疑惑着看 公公扶起小妖,笑意深入谋底 半是欣慰,半是解脱 不,你受得起 神农与我都欠你合家一礼 今日便有小老儿托大与你补上 你叫小妖,小妖,你能坦然认父 我很欣喜 为何?小妖满腹疑问 喃喃问道 七是炎帝去世,八是炎帝登位 当时神农内忧外患 士族不服渔网 那个位置是踏着鞋踩着鼓上去的 你的父亲变作了鱼网那把刀 吃油暴虐,鱼网变人意 恩威病师,消除异己 神农朝政日益稳当 而所有的恶名均由吃油背负 征战在外,沙场冤魂也一并算在吃油背上 公公神情渐渐恍惚 似遥遥回溯至记忆中的当年 鱼网,祝容和我,每个人皆是踩着吃油的骨 才避免沾染一身血污 我们脚下清白,可也欠了你父亲无数因果 小妖低声问,就如香柳一般 公公差然抬头,望着小妖 见她眼内一片清明 心下变身几分了然 正如香柳 听说赏金榜上我公公无人敢买 不是因这虚名,便是为了去日一些因果 而我这义子遥遥上榜,神农义军亦欠她因果无数 公公突然笑颜其他 小妖,听说你对剑术颇有心得,让我看看你的弓 小妖展开手,一把黑色扶桑木长弓便陷于掌中 公公接去,妈撒着扶桑木弓身 似真的只是在认真打量 公衔可以换上戴帽金丝,更是姑娘家用 戴帽金丝哪里取,你应有数 公公朝小妖眨眼睛,笑得愈加暧昧 小妖哑然失笑 她从不知公公将军竟是这么个性子 自来听说公公死板不知变通 便以为应是个领若冰霜的严肃老将 竟未想是个爱笑,更爱开玩笑的小老头 小妖不由心生亲近 公公仍是瞇着眼笑 小妖,难得有缘相见 小老儿便托付你一事可好 小妖点头 公公再次起身公身行大礼 此生无其他遗憾 但我有小友,恐无法相互左右 若有机缘,请你护她 为她指明去处 小妖双目圆睁 她猜到了公公用意 却又不敢相信公公的用意 哆嗦着,她跪伏在地 向公公磕头行了大礼 公公望着她慈祥的笑 弯身将她扶起 却在那瞬间将遗物塞进小妖手中 小妖正欲张口 又见公公偷偷眨眼笑 许久后 公公将军肆意识到 这木屋内可能并非只有她与小妖二人 又将目光丢向外侧端坐的两人 一人霸气出路 气度儒雅 有高士之姿 一人眉目清雅 如归如璧 似明月为身 公公白白手 似有半分不耐 图山景见状 眼含笑意 对专须轻轻汗手 专须起身 晚辈轩辕专须 见过公公将军 公公沉沉叹气 与仇敌见面 应是分外眼红 可你二人 故意与我故人之女同行 倒让我半分性子使不出去 图山景轻笑一声 将军莫再取笑我等 你与小妖打着雅妮 倒让我和专须殿下一顿好猜 专须依仰着笑意 心头轻松几分 原认为 这一次上山必然是剑拔弩张 再次也应是唇枪舌战一番 未料竟是如此宽松愉悦 只是共公与小妖的嘱托 你们一个一个都似小蛇妖般 深沉多疑得很 与你们说话颇为费劲 关于于渊 小老儿便也拖大直截了当来说 于渊之祸 是你轩辕内乱惹起 却引来大荒驰鱼之殃 此乃轩辕罪过 但无论轩辕 神农还是高兴 皆是大荒子民 家国安康 故土安宁 百姓安乐 我神农亦均亦不容辞 今日我有一侧 用不用看你等选择 能不能用也看你等能耐深浅 大荒地势西高东低 余渊水东流势不可挡 但余渊不足百里之处 有山而不合 明曰不周 天与地靠四根天柱支撑分离 而不周山正是其中一道 且不周山西壤生克万水 若有水灵大能合力驱黑水至玉门山口 在青布周山 至天青东南 地县西北 便可伺机削弱余渊东流之力 助余渊之水回流 再以布周山西壤峰回 便能补余渊天欠 专须豁然开朗 但私存半赏又醋眉生仇 贡公将军 如此青山倒海之事 以我等之能恐难做成 贡公辅捉大笑 便说 你是多心多思之人 应早就看出小老儿之意 还非要我自报家门不成 专须拱手 懒然一笑 小老儿有几分搏剑 轩辕应龙将军 玉水之树大成 便看你轩辕殿下能否御动 小老儿的义子九命相柳 也是水灵出身 再算上小老儿 便只缺了一人 小妖急急追问 还有一人是 贡公轻拍小妖额头 却只是笑 羊头是意专须 专须苦笑 小妖 还有一人便是你的父王 我的师父 高兴王 高兴绍号玉水之树惊绝 可惜世人知之甚少 贡公轻审 大荒封我为水神 可在我眼中 绍号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玉水之神 只不过这丝在其他方面名头太想 世人反倒忽略了他修的也是水令 小妖恍然大悟 不察间 贡公却突然拽紧砖需万间命门 砖需急求甩脱 却发现贡公灵力强横 竟分毫无法撼动 小妖惊呼一声 遇上前相助 却发现 二人身外早已被贡公设置水文静置 只能眼看 不能上前 一时间三人神色巨变 连图山景都面容金黄 再无成竹在胸之相 贡公将军 这是为何 专须在强劲水令压制下 以生勾楼之态 连开口吐字都费尽灵力 却见贡公面色端肃 神色阴暗不定 半晌后 一字一字说道 我神农君永不降轩辕 今日与你轩辕小儿共伤 你应知如何许诺于我 小妖亥然 肝胆剧烈 许是贡公起初的 慈眉善目消了他的戒心 毫无防备下 一时脑中混乱 图山景却以低垂双目 不言不语 专须面色不定 半晌后 竟已平静异常 他直视共攻双目 一字一句许诺 专须愿大荒海燕和清 不分高星 神农 轩辕 人人的安宁 处处为乐土 高星 美丽得人间星河 轩辕险峻的万刃高峰 神农肥沃的千里耕土 自成一家 小妖神色震动 心中硬翘轰隆隆碎裂 仿佛看到了一个更广阔遥远的天地 公公甩开砖须 仰天大笑 笑得用力 眸中镜 盈盈挤出泪光 小狐狸 托尼得福 神农一军 一万一千零八人 以下山归家 这些人 你应知我所想 一军仍有一千三百一十一人 他们与我一般已无牵挂 若有那日将他们送回故土 屠山景深深攻深 庄重一败 近千年的时光 对高等神族而言并不长 若太平清闲时 只是眨眼 可千年的金戈铁马 铁血争戎 铜袍情义 贡公已不能回头 他依稀一起那日的启示 若他日国土尽失 贡公唯有以身殉国 为神农 为故土 为大荒 那这便是最好的时机去解脱 贡公竟已做了最后的托付